升級工程 暗表操課 回答在漢鄉二三棚的鐘聲 提醒著F16V勾改技術團隊 該各就各位 上工前要提醒大家 要按照既有的規範 安全 然後規劃的工作 排程如果有 順序上的摯愛 要提出來反應 國內史上唯一奉展專案 工程全紀錄 要替服役超過25年的戰准 換上全新羽翼 工欲善其事 必先必其器 一架F16V有超過2500項 3萬個零件 我先的位置就是自動撂件倉儲 取件後準備上工 像這個就是剛取下的線材 為計畫量身打造的自動化倉儲首度開箱 190坪大 三層樓高 超過百萬個零件 分門別類存放 試進度取用 採訪當下廠房內的6架F16AMBM 分戰功能測試 按表示作 機身接上外部電源 測試密密麻麻的線數是否順暢通電 概念等同神經 至於大腦 購改不光是為了性能提升 也包括延售 使用多時的普惠F100發動機 雖然沒跟著機身結構一起翻新 經過全面保修 F16V將能飛得更長遠 下一站輪到座舱 工程人員指揮吊掛 沿著軌道緩緩安裝台設座椅 接著尋相同方式 放上全新玻璃做艙照 安裝後測試 運作正常能完全密合 拳擊進入最終校準 我是劉瑾儀 然後我負責的話是F16的航電 維修的系統左右 我們主要是測試功能測試 功能測試有問題的話 我們會去維修裝備 我們剛剛的話是在測LA的校準功能 那我們就會去用工具去調整它 把它調到我們規範內的數值 其實連她本人也感到意外 大學畢業才不過兩年 本科系出身的年輕女技師 可以坐進F16V 跟著一票資深工程人員 調教航電系統 以及徵搜敵機 最重要的陣列雷達 而一旁架起的高科技儀器 成為雷射追蹤儀 協助找出肉眼難以察覺的角度誤差 我們現在是在做公角的校準 起飛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公角角度 對 你如果角度判斷錯誤的話 那它電腦相對的 它也會判斷錯誤 它會不讓你起飛這樣子 飛行的話也是一樣 你公角錯誤的話它就會給你一個錯誤的姿態 偌大的捧場分為AB兩側 畫面所見簡視公測線 F16V升級工程三大階段 首先是購改 尚未升級的空軍F16AB抵達捧場後 先檢查機礦才全面拆解 集體結構 線路 系統由此開始修改 復原安裝完畢 交由B棚攻測線主力測試 通過漢翔本身 洛克希德馬丁和美方代表 三道平包檢驗之後 才進入飛行線 逐一測試 發動運轉 蓋上座艙罩 環控和氧氣系統首次全新啟動 EPU緊急動力單元也隨後驗證 不過消救車輛在四周待命 人員也穿上了全套防護服 和機身保持安全距離 因為染料連安具有毒性 嚴防連安外洩 地點選在清泉岡基地深處一角 直到穿著以及防護服的支援兵力 上前確認後 舉手比讚 警戒正才解除 過了這一關 是時候讓重獲新生的機體 宣洩動力了 宛如暗房的空間 處處貼著警告標語 因為發動機將使出最大推力 兩萬三千多磅 火轟器持續噴出千度高溫尾燕 技師們緊盯讀數 確認讀蛇的性能都正常發揮 才能放行是非 上了逆中塗料的機身 已經從黃色變成橙核色 最後一道低濕度塗裝 讓F-16V逐漸回到大家熟悉的樣貌 技師團隊靠著默契和口令 頂起機身 拳擊橫撞後 距離交機只剩最後一步 進行試車其實也像 飛機要準備飛行前一樣 我們是整個全架飛機 從頭到尾按卡檢查完 所有的燃料 氧氣 燈光 氣壓部分都預製的都完成準備 才讓人員失策 各個意面擺動順暢 左紅右綠等所有燈號 光線清晰有力 從外觀到內部系統 用稍微誇張的說法形容 這個階段就是在吹毛求斯 那如果購改完成後 要封艙之前 我們檢驗員會進去做油箱的 我們叫FOD檢查 就是檢驗員說油箱裡面 不能有一些外霧進去 那基本連它會仔細到說 連裡面有一些粉塵 這陣子也會要求說 連粉塵鋁屑 主要是鋁屑那邊 不能 一定要把它清潔乾淨 才能封艙起來 我們也不是無塵室的情況下 一定還是會有一些粉塵 但是如果像這一種缺點 我們就是在請它進來檢驗的時候 我們一定還是要把它清潔 整個清潔過才會去 這架飛機早上我們有試過車 情況都正常 耗時多年 舉世關注的台美跨國房屋合作 有了完整成果 交機技術板上進度 隨著購改經驗從零到有 也象徵眾人 不共摸摸出的這一段路 在情勢壓力下 不能失敗 也無法重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記入似山 蕃 臨 政 白